中文字幕——YK 绕成黄姓船长身亡 另有三人受伤 台军方当天晚间公布惩处名单 共有七人被寄过 其中包括台海军司令部司令 舰纸部中将指挥官等 据报道 台海军131舰队的金江舰 7月1号上午 在高雄左营港要进行假类操演验收 疑似因人为操作疏失 误射了雄风三型导弹 原本传出这次导弹误射 并未误伤海上船只 但台防务部门下午第二度开记者会时 证实雄三导弹击中 贯穿高雄级渔船 降力声号船尾 并造成船长盛盲 高雄级的降力声号 原本由船长黄文忠 带着小儿子 以及两名外籍船员出海捕虾 当时正在驾驶舱内的黄文忠 根本闪躲不及当场丧命 台湾防务部门主管负责人冯世宽 在获知这件事后 立即只是台军参谋总长 颜德发成立项目小组南下 要求台海军司令部 务必查明造势原因 同时 请搜救单位立即执行抢救 目前初步查证 除了造成降力声号船长 不幸身亡 另有三名伤者 被送往医院检查后 均为轻伤并已出院 台当局防务部门表示 对于不幸身亡的船长 及受伤的船员表示歉意 并要求台海军司令部及相关单位 全力做好慰问家属 及协助后续相关水银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林全 也已指派副手林希耀南下处理 慰问家属并制送慰问金 辞者我们表示难过 我们应该要尽可能的 去把后续的事情能够处理好 这次雄风三型导弹误射后 台海军司令部当天下午 紧急召开记者会说明疏失 证实人为操作误射 我们所初步了解的原因 应该是人员操作的人员 他并没有按照正常的程序 来实施操作 7月1号晚间 台海军司令部再次召开记者会 131舰队舰队长胡志正 提出三点说明 指出金江舰1号上午 停泊高雄坐营军港 经查证高雄中市 未依规定进入装备测试 进入发射程序时 又误选作战模式 造成雄风导弹发射 而相关干部也未实施督导 台海军司令黄鼠光 在记者会上表示 已向台湾防务部门主管冯世宽 自请继过处分 另外 金江舰舰长既大过一次 兵器长既大过一次 士官长既大过两次 高姓中士也既大过两次 台海军误射导弹事件发生以后 国台办主任张志军 一号下午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希望台湾方面就此事做出负责任的说明 而台湾方面陆委会在当晚发布的新闻稿中 则重申事件纯属意外 并已于当天下午通报国台办 台湾岛内蓝绿阵营也纷纷就此事发表了看法 针对台海军误射导弹事件 国台办主任张志军 一号下午表示 在当前的两岸局势下 发生这样的事件 造成的影响是严重的 希望台湾方面就此事做出负责任的说明 您有注意到物色被带的事吗 我是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消息 我觉得在大陆这方面再三的强调 要在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上 来维护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 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 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态 我觉得影响是非常严重的 那最有就需要台湾方面 对这件事做出一个负责任的一个说明 究竟是怎么回事 台湾方面陆委会一号晚间发新闻稿指出 有关导弹物社事件 台防务部门已对外说明始末 是人员操作不当所引起的物机 纯属意外事件 除一号下午授权海峡交流基金会 通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 请海协会通知相关部门 也随即同步通报国台办 在此案的处理上 台当局已透过现有的两岸沟通联系机制 做了必要且妥适的处理 导弹物社事件发生后 岛内蓝绿阵营各自发表了不同见解 李登辉首先说话 一是强调 没过所谓中线可能不是故意的 然后谈到台海军要负责任 中国国民党主席洪秀柱则表示 台当局防务部门主管冯室宽上台之后 乱套的事情不少 应重新检视 加强军中训练和因应措施 国民党闻传会主委周志伟表示 误射导弹不但挑动两岸敏感神经 造成渔民死伤更是全台哗然 国民党除了对死伤者表达慰问 并呼吁当局应持续厘清事故真相 彻查原因 给伤亡渔民及台湾民众一个交代 昨天台湾误射导弹事件发生以后 台湾舆论是一片哗然 下面我们就请驻台新闻观察员叶清林 来为我们梳理一下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清林 现在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紫桥 昨天我发了一个朋友圈说 如果真的像台湾媒体描述或者是意测的那样 我们差点就就地成为了战地记者 我先简单的把这个过程给大家梳理一下 这真是惊心动魄的一天 从早上八点多的时候 爆出了一个突发新闻 说是高雄有导弹误发射了 但是因为台湾军方出包不是一次两次 最近是连续出包 所以就连台湾媒体也没有很重视这件事情 以为只不过是台军中的乌龙又多了一起而已 但是没过多久 大家发现事情有点不对头了 因为被发射的导弹 是台湾媒体报道说的 这个是雄风三行 是台湾最厉害的超音速导弹 被称为是航母杀手 射程可以直接到达福建 发射的方向又是朝着大陆的方向发射的 过了半个小时又爆出来 就在同一个时间 在导弹落海的海域发生船难了 先报道说渔船是发电机发生了爆炸 那么是不是和导弹有联系 不知道 这时候媒体就开始追了 台立法机构国民党团也发了新闻说 一直等台防务部门来说明 但是苦等没有人 蓝绿政治人物纷纷开始发言 都说太离谱了 太扯了 台湾民众和媒体以及政治人物都处于整个是蒙了的状态 一直持续到中午 中午的时候台军方终于出来开记者会了 说是人员操作的事物是导致了发射 发布会的重点是说导弹没有飞过所谓的海峡中线 紧接着又进一步的证实 那艘被爆的之前被爆出来的所谓爆炸的渔船 就是被这枚导弹击中的 而且是整个贯穿而过 并造成船长是当场死亡 那么之后又有媒体报道说了 根据消息人士透露说 台湾的雷达已经侦测到 大陆的雷达已经有异状了 说是这枚导弹如果不是击中渔船再飞个几秒钟 那么大陆的东风15就要开始瞄准台湾 就要进行反击了 真是差一点点两岸的战争就只会被引爆 听到这里相信大家都跟我一样是一身的冷汗 真的是差一点要成为战地记者 如果像台湾媒体描述的这样 那么接下来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蔡正元 就长叹了一口气 在脸书上发布了一个文章说 这件事情虽然很不幸 但是这艘渔船真的是救了陈菊 也救了高雄也救了台湾 要不是这个导弹被渔船拦截下来 熊三可能就直接往厦门飞去了 到时候大陆如果启动自动回击系统的话 整个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 这下子台湾媒体就 台湾的网友就炸了锅了 我们看到网友是完全开始在各种 这个社交网站 包括甚至一些论坛上开始洗版了 那么首先他们开始觉得 这件事情非常的诡异 为什么偏偏选在七一这个日子呢 有网友就说还好啊 没有这个社到大陆去 不然小英刚上来就玩完了 担心这件事情是在挑衅对岸 也有的 稍微有一些国际视野的就说 这是给菲律宾再下马威吗 也有很多网友在自嘲 说至少证明我们的导弹 是可以打出去的 不单单是一个装饰品 因为之前很多军演当中 曾经发现很多的状况 发现这个很多导弹都不行 弹药打出去都是这个空包弹 或者直接空中就爆炸了 那么更多的网友呢 开始表示这个 非常的这个气愤 这个郁闷 这个时候台湾防务部门的 这个负责人跑到哪里去了呢 要知道前一阵子台湾海军士兵 虐狗致死的这个视频流出来之后 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呢 还为这只小狗鞠躬道歉了 导致媒体说军队士气是大受打击 于是大家的这个评论就来了说 死了一只狗就要防务部门负责人道歉 那现在死了人呢 当然还有人开始指向这个体制的问题 认为这件事情是暴露了整个台湾军方 这个缺乏训练的一个问题 认为说你海军说打就打了 也不通知这个陆军跟空军一声 真的是这个猪一般的队友 总之呢就是说 真的是很扯很离谱 但是这件事情真的也很诡异啊 飞弹难道这么容易就射出来吗 按照台湾媒体的报道说 这个导弹的这个发射钥匙呢 是在舰长的手里的 要发射的话 舰长 副舰长 兵器长等人呢 是需要复述口令的 还要由不同的军官配合操作 十个程序才可以发射 那台湾的一家媒体则引述了 一个业内人士的说法说 雄三导弹的这个发射程序啊 是十分繁琐的 全部做完要十几分钟 台湾媒体就曾经报道过 在二十年前啊 就曾经有一个海军的中士 因为失恋 想要去发射导弹泄愤 最终呢是玩不成程序 才作罢的 今天中国时报呢 也列出了四大的疑点啊 我们看到说第一点呢 说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违规的这个演训链 那第二个呢 是关键两分钟 为什么没有启动 这个自毁的装置 导致还是射中了这个渔船 第二第三点呢 是有十个保险的部分的 这个误操作模式 竟然就没有人警觉吗 第四点是演训的场域 为什么不是在传统的东面海域 而是敏感的台湾海峡 又是对着大陆 这让人非常的费解啊 其实到现在呢 根据台湾军方的说法呢 就是误涉 在昨天晚间呢 第三次记者会上 台湾海军131舰队长就表示说 整个操作呢 是一名叫做高嘉峻的中士来完成的 没有干部在场督导 照理来说 应该是军官要有在现场的 那么高嘉峻没有按照这个程序呢 就保养修理卡执行整个测试啊 在测试程序完成之后 立即就进入到了发射程序 其间又误选了作战模式 以至于这个装弹的攻击的模式呢 造成雄风这个导弹呢 就发射了 这是整个事件 军方说的一个主因啊 真的就这么简单吗 现在台湾方面的各种阴谋论 已经是喧嚣成上了 有人说是国民党的阴谋 有人说是蛮久的错 有人说是台军中对于民进党 不断的糟蹋军方的不满的一个情绪发泄 反正事情呢 肯定还要在不断的发酵当中 就像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说的 非但是误设 这件事情啊 真的是这个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 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台湾方面呢 必须要有负责任的说法 我们也等着台方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也欢迎大家关注今天晚上 海峡新海线的详细解读 好的 紫桥再把时间换给你 好的 谢谢清林 好 我们来看下一条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立法机构前负责人 现任国民党籍不分居民代王金平 一号在台立法机构发表23年来首次口头质询 他以为天地利心 为生民利命 蓝绿和解 打开困局为题 发表30分钟的演讲 但没有要求台行政机构负责任林玄上台被询 王金平一号接受专访表示 民进党若执意要用战车式多数的力量硬性通过 后遗症太大 可想而知 国民党怎么会甘心 未来一定是采行焦土作战 当局能承受这个苦果吗 他讲调 因为联案问题是蓝绿恶斗的重要原因 所谓台独一中统一是影响离岸及台湾未来的三大问题 很遗憾大家从未真诚的认真的理性的面对讨论 好我们来看下一条 6月份台铁花东线发生两次出轨意外 让台湾民众对台铁行车安全产生了疑虑 在交通部门负责人贺诚 在6月30号前往现场视察 讲调未来将用科学方法来测量轨温 一旦超过60度就会要求列车慢锁行驶 确保行车安全 这是一个探索 铁轨内侧装上温度传感器 几度会那个 现在我们没有做到警示的作用 我们是用翻测的 会这样做全是因为6月份 花东线两次出轨意外 而且都跟铁轨温度有关 让台铁紧绷神经 这个是一个分布器在这里 它在收起钢轨的温度 就怕高温又让铁轨错区 台铁赶紧在全台7个公务段 18个分住所设置轨温监测系统 51.5人左右吧 就是今天 51.5人 透过轨温监测随时掌握轨道状况 虽然只有数据监测 还没有发生警告功能 但已经是科技监测的第一步 台交通部门主管贺尘淡 6月30号到事发的复原视察 就要求台铁要以科学化数据 取代人工机械式检测 提升轨道安全 所以包括现场夯时所需要的机具设备 以及这个我们做过任何的工程以后 它的这个有没有达到 这个安全标准的检测 这些事情呢 我们会列为第一优先 暑假旺季花东线一票难求 除了安全的提升 贺尘淡承诺 未来花东铁路运输 要扩大办理实名制 并配合台湾少数民族重要节庆 安排适当时段和车种 方便民众回乡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在微信平台 开设了公众号 协了解更多更丰富的立案资讯 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是微信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 官方微信公众号 也感谢月花不锈钢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 欢迎回到海峡五报 我们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 孟加拉国警方7月1号表示 当晚发生在首都达卡市馆区的袭击事件 已经造成两人死亡 二十多人受伤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已宣称对此负责 当晚 八至九名武装分子袭击了 位于达卡市古尔深区的一家餐厅 并劫持数名人质 其中包括外国人 大批安全人员随后封锁了事发地点 并与武装分子发生交火 当地警方表示 有两名警员在交火中丧生 此外 据当地一家医院透露 有二十五名警员和一名平民正在接受救治 其中十人伤势严重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当天通过网络发表声明 宣称对这一袭击事件负责 孟加拉国政府目前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7月1号在索契表示 他和土耳其外长恰武十奥卢 当天就在序列打击恐怖主义行动协调了立场 额组双方商定 恢复两国打击恐怖主义工作组之间的联系 拉夫罗夫当天会见了前来出席 黑海经济合作组织会议的恰武十奥卢 拉夫罗夫在会谈结束后对媒体说 额土双方曾建立由相关部门人员 组成的打击恐怖主义双边工作组 由于额土战机事件 工作组过去七个月的活动被冻结 但额土联合打击恐怖主义具有特别紧迫性 现在双方商定立即恢复工作组间的联系 额土两国军队间也将建立沟通渠道 拉夫罗夫指出 额土双方还将就截断叙利亚境内恐怖分子的境外补给 防止土耳其领土被用于向恐怖组织提供支持等问题进行对话 额方希望对话能取得实际成果 拉夫罗夫还说 根据额方领导人的决定 额土两国相关部门近期将就双边关系正常化具体步骤进行磋商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6月29号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 双方强调尽快采取必要措施 促进双边关系正常化和加强经贸合作的重要性 承诺共同打击恐怖主义 这是两国关系因去年11月 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迅速恶化以来 两国总统首次直接通话 埃尔多安当晚宣布 将与普京于今年9月在中国杭州召开的G20峰会期间举行会晤 俄罗斯总统信的秘书佩斯科夫7月1号说 不排除普京与埃尔多安在G20峰会之前会晤的可能性 但具体时间和地点暂未确定 欧盟7月1号宣布把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延长半年至明年的1月31号 俄罗斯外交部回应称欧盟延长对俄制裁是一种短视的政策 而且这也无法迫使俄罗斯改变其外交方针 俄罗斯外交部指出 欧盟又一次延长针对俄罗斯的非法经济制裁 这是欧盟短视政策的延续 俄方认为 俄罗斯不是乌克兰内部事务的冲突一方 而且乌克兰并不愿意承担自己的相关义务 在这种情况下 把履行明斯克协议和对俄制裁挂钩是荒谬的 欧盟此举使得俄欧关系成为了乌克兰当局不负责任游戏的人质 俄罗斯外交部说 制裁给俄欧双方带来的损失相当大 与2014年相比 2015年俄欧贸与俄下降40% 这也给欧洲的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导致经济增速下降 部分工作岗位丧失 俄罗斯外交部表示 俄罗斯不会对欧盟延长制裁 做过于戏剧化的反应 随着俄罗斯经济多元化 欧盟也将面临失去俄罗斯部分市场的风险 当然 在布鲁塞尔将来理智重新占据上风 并放弃其对抗和遏制逻辑后 俄方仍愿意推动俄欧合作迈向新水平 2014年7月 欧盟以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制造不稳定内容 对俄实施经济制裁 此后又多次延长制裁期限 作为回应 俄罗斯采取了反制裁措施 斯洛伐克7月1号起 正式接任欧盟轮值主席国 将协同欧盟成员国应对英国脱欧 难民危机对深耕区安全的影响 以及反恐等问题 斯洛伐克总理菲佐 当天在与欧盟委员会主席 荣克会谈后 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尽管斯洛伐克在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 尽管斯洛伐克7月1号起 召开欧盟峰会 进一步讨论欧盟的未来 荣克在发布会上表示 希望斯洛伐克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 能推进欧盟能源联盟 单一数字市场和资本市场联盟的建立 荣克在谈到英国脱欧 对欧盟产生的影响时说 欧盟会等待英国的回应 在英方启动脱欧程序后 双方将按照里斯本条约 开始脱欧谈判 好 接下来又到了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来带您继续看新闻 7月1号 2016联岸大学生创客营 在北京大学正式启动 来自海峡联岸的300名大学生 齐聚北大 在为期10天的创客营中 他们将一起展开头脑风暴 当一回青年创客 互相学习 共同成长 而在开议仪式当中 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也到了现场 与海峡两岸的大学生们亲切交流 2016两岸大学生创客营 是大陆高校主办的 以创新创业为主题的公益活动中 规模最大 影响范围最广的 两岸青年体验式交流活动之一 本届创客营吸引了300名学生参与 其中一半来自大陆 一半来自台湾 他们是由组委会 从近700名报名同学中筛选出来的 其中不少来自北京大学 台湾大学 上海复旦大学 台湾清华大学等优秀学府 国台办主任张志军 在开议仪式中表示 两岸关系的未来 是掌握在青年人手中的 众所周知 两岸之间既有一些共同的历史 也有一些不同的遭遇 青年人成长和生活的环境也不一样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两岸青年对于相同问题的看法 不可能完全的一致 所以需要举办类似的活动 来加强两岸青年之间的相互交流 增加对彼此的理解 才能化解一些认知上的偏差 要让两岸年轻人能够携手同心 为两岸关系更好的发展 为我们民族的复兴 能够做出贡献的话 首先两岸年轻人都要相互了解 相互理解 能够能够真正把心里边的那种隔阂 给他破除掉 解除掉了以后 才能够做到真正的齐心协力的来共同打拼 2016两岸大学生创客营是由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陈刚 与旺旺中时文化传媒总经理林舒黛共同策划的 本届创客营的课程设置丰富多元 涵盖名师讲座 理论教学 实地参访等内容 希望帮助营员在最短的时间内 对创客这一概念 以及对移动营销战略 电子商务运用等问题 形成较为全面和直观的认识 希望是可以更有创意吧 然后学学一些实际上是要怎么做 因为在台湾上都是上理论 希望有学到一点实作的经验 所以我们的课程内容比较重视两个 一个就是说 我们要让他们厘清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第二个部分我们在过程中也尝试着让同学去学习 做互联网形象 大数据形象 所以我们希望借由这个平台 让两岸的同学可以一起学习 一起携手 甚至以后他们可以一起创业 据了解 在本次创客营中 主办单位还邀请到了新东方教育集团创始人于敏红 滚石音乐集团董事长段忠仪 奥运冠军李宁等担任授课导师 分享他们的创业故事 此外 还会安排学生们走进互联网创业公司 去实地的学习体验 在收获专业知识的同时 能够更直观地了解 大陆互联网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无限机会 好 我们再来看台湾方面的资讯 一年一度的台东热气球嘉年华 7月1号正式起跑 整个路野高台是色彩缤纷 而且呢 开幕式有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的 31颗球共襄胜举 创下一年来的最多记录 镜头往外一拉 整个路野高台好热闹 似乎所有色彩全聚集在这了 第60年了 台东热气球嘉年华 7月1号到8月7号整整38天 它总共31颗热气球蓄势待发 准备升空 今年球就特别多嘛 感觉又比去年再更大一点 值得吗 一个一个缓缓升空 将台东天空点缀得格外缤纷 传统水滴形居多 上头各式各样直条 隔状花纹 另外还有造型球 甚至是来自纽西兰的大嘴鸟 但原本也想加入的招财猫 漏气了 而猫熊也瘫在草地上动不了 总共28颗顺利飞上天际 但接下来考验的就是降落技术 而地面人员也要追着球跑 很难追是不是 对啊 为什么 因为它被找的 球没有打到 找了在地驾驶 不用怕不用怕 不过似乎热气球数量太多 有些都快接近地面 又望上拉 而有的则是直接降落田间小路 避开所谓的浓水 还有浓作物 我们选择在道路 或者说现在目前 有一个非常好的道庭烧歌 这是目前我们可以非常好一个降落选择 马路旁草地降落 让机车骑士也忍不住停下来拍照 以热气球为主轴的嘉年华 预期又将为台东带来满满观光人潮 好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收看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